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们现在露营已经下来了 那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大湖 就是都是采草莓的地方 我刚才就看到了好几个卖草莓的那种 那种就是路边那种店吧 但是现在肯定都是没开的嘛 然后我打算等一下去这个大湖的农会 去逛一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草莓的东西 台湾好吃的草莓香肠 我想要一只草莓香肠 好 我以为说这里是有草莓呢 草莓酒哈 榨草莓就有 哦 榨草莓啊 哦 谢谢 先们再去大湖酒庄逛一逛 这个草莓香肠 宝贝你吃出草莓的味道吗 没有 我们家嘴说不太好 真的都吃不出来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卖草莓的相关产品 草莓爆米花 然后草莓醋 草莓羊乳片 哇 真的 哦 这是 我还以为说还有草莓花生 草莓蛋卷 很多农产品 我们买草莓酱 来大湖要买草莓酱 我想说买草莓干我还没看到 等一下去看看 来 这边还有一个大湖限定乖乖 好 拿一包 给你买乖乖 好真的 大湖限定款 好真的 嗯 难怪都没有草莓的 没见过草莓的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这边有什么 这个是应该是遇到游览车的民众 我觉得台湾的老人家都挺幸福的这样 假日的时候出来走走 大家笑笑哈哈的 这个是大湖限定款草莓乖乖 乖吗 乖乖乖 我们鸡房都买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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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王他们倒不住了 对 是不是大家都回来了吗 他们回来了我就停车位了 一会儿去 我们现在是去水洗豆腐街 然后因为假日的话车不可以进来 我们大家都是走上去 老公你说这样算不算 也是体验了一下登山的感觉 也有 一举两得 但就是有点喘 我们真欠运动 你开始喘了没 我开始喘了 你开始喘了 谁呀 来看一看大帅哥在我里怎么带 大帅哥戴摩津 这个宝贝你看这停车哭不哭 自己投币的 我看 哭 哭你也很哭 这边已经开始有摊商在卖东西了 我们先往里面走一点 这边 这边 什么古早味啊 清安豆腐街 我们拍照好不好 我们拍照 来呀 这边很多人在清安豆腐店 然后这个叫哎呀豆腐店 这不是同一家吗 来呀 这一家 算古早味吗 我们点了这样 好吧 谢谢 谢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馄饨面 这是宝贝的 这是馄饨板条 我是干拌板条 哎呀我这前面看三点美 凉拌豆腐来了 它这个是泡菜 然后豆腐 加上柴鱼 然后酱油膏 好像 红 拍照 这边算特甲 特甲的选 但它的豆腐是 感觉像自己做的那种 饭豆腐吗 我来尝尝看这个豆腐 然后刚才我尝了那个泡菜 泡菜的话酸酸的很爽口 夏天吃刚刚好 哦 这豆腐好吃 自己做的那种感觉 很扎实 而且冰冰凉凉的 他们家板条也不错 我吃起来觉得口感就Q的 冰冰凉凉的 他们家板条也不错 你那好吃吗 还可以 面面 馄饨面好吃吗 可以 那这个是什么菜 那这个是什么菜啊 榨菜吗 嗯 现在给大家看 这个豆腐的口感非常的扎实 而且比普通的板豆腐 而且比普通的板豆腐 和豆香的味道 老板娘 手脚很快 然后直接这样挤出来 装到一个袋子里 哦 好方便 我想说 我以为说这个绿色的是韩基油啊 哈哈哈 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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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一袋花生粉 叉盘很漂亮 这很酷哦 还有草莓色的臭豆腐 这一家的菜色选择更多 我老公爱吃的客家小炒 然后他们家菜很多 我们下次来他家吃 手工爱鱼柠檬 好喝吗宝贝 走到这边就闻到超级香的豆干的味道 怎么卖这一包 2包150 给我一包不辣的好吗 好 辣椒可以自己加吗 好 可以啊 那我可以要一份辣椒吗 可以啊 谢谢你 那豆干是不辣的是吗 对 好谢谢 真的走到那个路口啊 太香了 这个豆干的味道 我老公爱吃豆干 给他买一包 老公你小时候杂货店就这样吗 老板娘跟我讲说 那边还有几间吃的 我就不走过去了 哦有烤蛋 其实我很想吃这个猪血糕 吃不下了 那帅哥是谁啊 帅哥 帅哥 很香 那什么 姜 啊好香 吃不下了 好啦 那我们现在从老街已经出来了 那这条老街的话呢 是大概成T字形 他就是 店铺不是特别多 主要是以卖豆制品啊 豆干啊 豆腐啊 臭豆腐这样的东西 但说实话 他们的豆制品的话 还都挺香的 像我刚才不是 闻着味道啊 就买了一包豆干 好香啊 他们那个卤豆干的味道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三天两夜的露营的话 就要结束了 我们现在是回程 往家里走了 我真的是这两天的话 好羡慕住在山上的朋友啊 当然 冬天可能会冷一些 潮湿一些 但现在夏天的情况下的话 哇 昨天我就坐在帐篷外面呢 真的 太凉爽了 那种感觉 哎呀小风一吹 太舒服了 真的 好了 那我们这次的 露营三天两夜就结束了 然后有喜欢阿丹 影片的话 就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一起出来玩 拜拜